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已经很久没有拿比亚迪开玩笑了 这个曾经连车名都是个笑话的公司 不知不觉间已成为了全球车企都仰望的存在 更是在2023年销售300万辆远超特斯拉的180万辆问鼎全球 成为全球第九大车企 而为了这一天创始人王传福足足等了20年 20年艰辛造车的历程 让王传福在交付会现场数次哽咽落泪 从马斯克公开嘲笑的土货 到如今打趴无数国外老牌车企 成为汽车行业的中国脊梁 王传福用了20年时间证明了新能源可以 中国汽车可以 今天我们就看一下这个中国企业家如何以一家做电池的公司 硬是杀进世界传统车企的护城墙 搅得他们天翻地覆 与王传福如此传奇的人生相反的是 他的人生却是一个天崩的开局 13岁父亲因病去世 王传福与七个兄弟姐妹的重担全部压在母亲身上 然而仅仅在两年之后 母亲也因积劳成疾撒手人寰 初中还没毕业双亲就全部离世 一个15岁的少年从此再无遮风挡雨的庇护 王传福也因过度悲痛导致中考失利 没有考上可以分配工作的热门中专 而是进入了一家刚成立不久的普通高中 这也就意味着他以后无法吃上公家这碗饭 而这种偶然却给了王传福进入大学深造的机会 否则一代技术狂人很有可能淹没在平凡的生活中 1983年王传福考入中南工业大学 大学期间他表现出了过人的细致与对技术的狂热 一路攻读至中科院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硕士 在1990年毕业之后被留院工作 主持碱性涅格充电电池的课题研究 短短三年就从副主任到高级工程师再到教授 这时王传福才26岁 就想以正处级的待遇 前途可谓是不可限量 1993年研究院决定在深圳成立比格涅氢电池有限公司 王传福被任命为公司的总经理 在踏入深圳的这一刻 王传福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他从新闻中得知日本出于环保考虑 要放弃传统的涅格电池产业 涅格电池正是应用在风靡意识的大哥大众 在那个时代一块涅格电池价值就要卖到上千元 如果日本行业巨头放弃 那也就意味着国际电池市场将会出现巨大的供给短缺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商机 他向上级请示要立刻生产涅格电池 可惜的是当时的领导并为同意王的建议 而那时邓公已经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 鼓励各行各业改革开放 胆子要大一点 深受鼓舞的王传福做出了一个在亲戚朋友看来近乎疯狂的决定 辞去自己前途无量的国企老总的工作 正是下海创业 但即便自己有技术也有雄心 可没钱一切都是空谈 一条涅格电池生产线就需要几千万的投资 心急如焚的王传福四处找融资找贷款却一无所获 资金问题甚至动摇了他坚持下去的决心 就在万念俱灰时 他抱着适时的态度找到了自己的表哥吕向阳 吕向阳从事房地产和纺织等传统行业 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但是表哥却并不同意他下海经商 理由也很简单 在吕向阳看来 王传福是国家干部本就前途无量 如果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他必定万劫不复重回哨时的悲惨境地 王传福则坚定地认为自己是研究电池出身也有管理经验 他对表哥说你是了解我的能力的 市场上你可以不相信我的判断 但你应该相信电池行业的潜力 吕向阳虽有顾虑 可毕竟血浓于水 在那个时代下能积累大量财富的吕向阳 眼光也必定独到 他向王传福投资了整整250万 那可是90年代的250万啊 1995年2月比亚迪实业有限公司在深圳的一幢厂房中成立 这里有个有意思的事 如今的BYD的含义是高大上的Build your dream 那个时候王传福可没想那么多 纯粹是为了在注册时容易通过随口起的 这时的比亚迪连同王传福在内总共也就20多人 就是个电池小作坊 而日本的充电电池还保持着一统天下的局面 国内大多数电池厂家是购买日本的电芯自己组装 利润微薄 王传福决定依靠自身的技术积累 挑战这个利润最为丰厚的核心部件电芯 一条涅格电池生产线要价几千万 日本又禁止设备出口 王传福就利用中国工人多的特点 将生产线流程拆解成一个个人工可完成的工序 仅用了100万就建成了一条日产4000个电池的生产线 这成了电池行业的另类风景线 日本整条生产线由于很多工序是机械币完成 整条线也就20多人 而比亚迪生产线两端却做了成百上千的人 业界都笑话他们是劳工型高科技 可就是依靠这条人工线 比亚迪以品质和低价赢得了第一个重量级的客户 台湾最大的电化制造商大坝电子的订单 并在次年彻底取代了大坝电子的供应商日本三阳 品物每价低的巨大优势 很快就打开了市场 崛起速度非常的惊人 尤其是在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之后 电池的市场价格暴跌了30%左右 日本厂商差点因此破产 而比亚迪凭借着成本优势 从菲利普、松下、索尼、通用等大公司手中拿到了巨额的订单 狂卖1.44亿块电池 仅仅成立三年 就在涅格电池领域从日本占领全球的90%的市场中 夺去了其中的40%的份额 2002年比亚迪超越日本三阳集团 王船福用了8年时间就将一个20多人的小作坊 打造成了世界第一的手机电池生产商 成为名副其实的电池大王 销售收入更是达到了25亿 这年7月王船福敲响了在香港上市的大中 股价一度将王船福推进了世界富豪的榜单 将电池行业搅起的滔天巨浪还未平息 比亚迪一头扎进了另一个更大的浪潮里 而这一次他差点把自己淹死 2003年王船福看着卡中冰冷的12亿现金 电池行业的瓶颈让他感到异常迷茫 权衡之下 王船福带着新能源的梦想进入了汽车行业 还发出了狂言 2015年做到中国第一 2025年做到世界第一 话毙各种质疑和嘲笑扑面而来 一个做电池的竟然妄想做汽车 还想做到世界第一 这不吃人说梦吗 在那个中国汽车市场 还是进口车和合资车的时代 迪亚迪真的就是弟弟 但王船福力排众议坚持要造车 不得不说王船福的眼光真是毒辣 20年前就预判了汽车行业新的走向 而他坚信自己所掌握的磷酸铁电池 将会在12年后毒霸江湖 这也是他为何敢放言 自己将在2015年成为中国第一的底气 2003年1月比亚迪收购了 在奥托之战中落败的秦川汽车 宣告比亚迪正式进军汽车行业 结果股价当天就暴跌20% 第二天又暴跌24% 是指两天蒸发27亿 没造出一辆车就被资本市场狠狠地上了一课 也是同一年一家名叫特斯拉的美国汽车公司成立 宿命的对决早在此时就已展开 第一年由于没有造车经验 王传福将汽车东拼西凑地交给了外包设计公司 经过一年多的研发烧掉了两个多亿 2004年第一辆代号为316的比亚迪汽车下线 兴奋的王传福立即在上海召开了经销商大会进行评审 结果到场的经销商几乎无一人看好 这款车说白了就是家常版的布莱尔 看不出任何的市场竞争力 评审结束后王传福失落地返回房间 并做出决定永久血藏316 两个亿的研发费打了水漂 未见起丝毫浪花 信心满满的王传福栽了一个大跟头 外界的嘲笑声更大了 这也让王传福意识到外包是不行的 汽车技术必须自己掌握才是长久之计 技术出身的他整天待在车间 与一帮汽车工程师拆解汽车零件研究构造 自己也经常随身携带着一本汽车技术分析的数学习 经过三年的魔力 2005年9月比亚迪向市场推出了车型F3 从外形来看 这款车几乎是丰田花冠的翻版 但售价却便宜的惊人 最低价被压到了5.29万元 尽管嘲笑和抄袭声音不绝于耳 可超高的性价比让他很快成为了市场的爆款 连续三个单月销量突破1万辆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数字 F3是中国汽车第一次进入销量前时的自主品牌的车型 王传福自己也承认他们初期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行 不仅如此为了节省成本 王传福将本田的垂直整合模式也学了过来 就是将大部分的零件自主生产 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成本 如今的比亚迪就连广告设计都是自己做的 可燃油车并不是王传福的初心 新能源车才是他一直的野心 做油车只是奠定基础的鲁路士而已 2008年 比亚迪推出了全球第一款不依赖专业充电装的双模电动车F3DM 插电式混动系统正式进入了汽车主流市场 为了这一款车型 比亚迪早在收购秦川之后就着手了插电式混动系统的研发 5年的研发光是经费就耗掉了10亿 F3DM是比亚迪五年魔力的一次亮剑 这次王传福再次雄心勃勃地提出了两个目标 第一就是依托自家的电池产业 全面向混合动力和纯电车领域进军 第二再次提起了2015年要达到中国销量第一的狂言 在外界看来王传福吹牛的老毛病又犯了 毕竟事实摆在眼前 F3DM的销量惨不忍睹 比亚迪车的利润主要来自燃油车 中国车依然是廉价劣质的代名词 头部是拥有百年历史的外资品牌 新能源车国人更是听都没听过 更别提懂了 而王传福的战略版图却得到大洋彼岸巴菲特的赏识 考察之后巴菲特决定以每股八港元的价格买入比亚迪2.25亿股 持股比例占了10% 有了巴菲特的入股投资比亚迪如虎添翼 这让比亚迪在2008年的全球危机中逆势上扬 股价翻了十倍都不止 而特斯拉却差点死在了这场危机中 若不是美国能源部的4亿美元贷款 如今特斯拉恐怕早已不复存在 2009年比亚迪凭借F3、F0和M63车组合 以44.8万台的销量登上了当年自主汽车品牌销量第一的宝座 连续四年实现了翻式增长 跨界造车的王传福又创造了一个商业神话 可谁也没想到几个月后风光无限的比亚迪 一场轰动全国的退网事件让比亚迪元气大伤 迎来了创业史上最黑暗的时刻 2010年8月27日上午在河南郑州的大河秋季车展上 比亚迪工作人员和经销商大打出手的消息霸占了头条 这次的打架事件实则是经销商忍耐已久的必然事件 按理说比亚迪风头正盛 经销商也会跟着大转特转 怎么宁愿赔为约金也要退出比亚迪的销售网络 原来早在2009年 比亚迪爆发式的销量让其信心满满 王传福也开始有些飘飘然了 产能成为他主抓的业务 品控的管理被弱化 为了冲击80万台的销售目标 比亚迪向各地的经销商压迫 利用销售反点诱导经销商多多提车 比如每卖一辆车比亚迪就会返利4000元 前提是经销商必须完成KPI 而属于品控的管理导致消费者对比亚迪的投诉越来越多 销量开始下滑 钱是让比亚迪赚走了 经销商手里却积累了大量的库存 亏损巨大 最终逼得300多家经销商集体退网 无论是民间还是网上到处充斥着对比亚迪的叫骂 销量下滑也导致自产零件大量积压 刚登上巅峰的比亚迪就要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造成这一切的后果究其原因是 王传福好大喜功的战略失误 好在王传福迷途之反 在2011年9月的股东大会上 他公开承认自己的战略失误 并着手优化管理团队和经销商网络 自己也会主抓品控和技术 至此比亚迪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三年调整期 比亚迪汽车事业大幅度撤退 尽管比亚迪中毒严重 可从未放弃对电动车技术的死磕 2007年比亚迪就研发出了全球第一块 可用于汽车充电的磷酸铁锂电池 在电动车的技术上 比亚迪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 建立了深厚的技术储备 在比亚迪刮骨疗毒的时期 王传福期盼的春天也悄然来临 为了摆脱对石油的依赖 环保成为了全球关注的头号问题 2010年我国将新能源汽车 列入中国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 并在次年 在五个城市开始启动私人购买 新能源汽车补贴试点工作 新能源汽车产业终于迈出了关键一步 可这又如何呢 民众对新能源汽车的续航里程和安全性 都有很强的质疑 比亚迪虽是国内最早探索新能源车的先驱 可品牌号召力远不及国外的汽车巨头 毕竟燃油车已经普及了上百年 要把消费者从燃油车阵营拉过来谈何容易 王传福另辟蹊径地制定了两个战略 一是既然民间市场不认 那就先从公共交通切入 对于新能源的推广政府比较容易接受 这样可以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品牌认知 类似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 这招真是绝了 出租车和公交车一年所在的乘客打几百万 不管怎样先混个脸熟 然后再向私家车进军 2010年比亚迪研制出了首款电动大巴K9 不久之后在深圳开始试运行 之后又推出了出租车市场的E6 到了2017年 深圳在全球率先实现了公交全面电动化 比亚迪还利用电动大巴打开了其他城市乃至海外的市场 2015年 比亚迪在英国伦敦发布了第一款纯电动双层大巴 并在美国拿到了80%的市场份额 此外 在意大利 法国 加拿大等50多个国家和地区 都有了比亚迪电动大巴的身影 与王传福缓称王策略不同的是 有些人一上来就直接登机了 2012年4月马斯克强势登陆中国市场 凭借时尚的外观 技术和营销能力 深获白领阶层的喜爱 王传福对此很不服气 第二年在股东大会上放出狠话 放眼电车的家庭消费 比亚迪一旦启动 分分钟就可以干翻特斯拉 王传福的自信来自于比亚迪十年的技术积累 但是就跟他此前放出的豪言一样 外界再次绩效王传福发颠了 2013年12月搭载第二代BM技术的比亚迪秦正式亮相 百公里加速仅需5.9秒 综合油耗只有1.6升 一上市就受到热捧 伴随着我是趋势我是秦的口号 比亚迪王朝系列正式开启 2014年 国家对新能源补贴政策力度加大 新能源汽车市场迸发了前所未有的活力 小鹏理想未来等新势力纷纷入局 一时间群雄并起 比亚迪也决定不再折服 为了摆脱土的标签 2016年比亚迪挖来了负责奥迪和兰博的设计师 艾格担任比亚迪全球的设计总监 2017年9月 比亚迪宋MAX一上市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神似龙眼的大灯 龙虚线条 头一次让媒体在车上感受到了自信的中国元素 宋MAX被评为最佳时尚家用MPV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款车在案件上彻底放弃了字母标识 全面采用了中文 这又引起网上的吐槽声 好不容易摆脱了土外形 却没有摆脱土内饰 对此 王传福说汉字是我们5000年的文化传承 涉及到中国文化的东西哪怕是错的 我们也要坚持 如今随着国民文化日益自信 汉字标识确实得到了主流的认可 2015年到2017年比亚迪连续三年 霸榜全球新能源乘用车销量冠军 而当这些发展似乎越来越顺利的时候 新的挑战又出现了 2019年12月 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级工厂正式投产 这条超级粘鱼 搅开了国产新能源车的温水 特斯拉凭借Model 3的量产 迅速抢走了比亚迪连续霸榜三年的 全国新能源汽车销灌 销量下滑了大约72% 活下去成为了王传福最大的愿望 这年比亚迪的利润仅为16亿 但在研发上就投入了84亿 在最难的时刻 王传福都没放弃对技术的执着 而这年的黑暗远没有结束 比亚迪在电池行业最大的竞争对手 宁得时代宣布和特斯拉强强联手 签订了量产供货定价协议 比亚迪可谓是负倍受敌 再加上电动汽车安全事故频发 从7月份开始 电动车连续5个月销量下滑 国内的造车新势力同样受到冲击 这一年 新能源汽车的国内市场份额只占了5%左右 努力了十几年的中国汽车依然是在原地踏步 王传福等了16年的春天 似乎只来了一阵春风就悄然进入了寒冬 中国有据古话 君子藏气于身带势而动 王传福虽习惯了等待 可这十几年的艰辛只有他最清楚 终于在2020年3月29日 王传福掏出了一个王炸产品 刀片电池 以前的磷酸铁锂电池与宁德时代的三元锂电池相比 能量密度低 在汽车续航方面不占优势 而比亚迪通过结构创新 改变了磷酸铁锂电池的传统形态 相同体积的电池放电量提高了50% 也就意味着续航提高了50% 除此之外 刀片电池面对最严苛的针刺测试 可以做到非常稳定不起火 而三元锂电池则会起火冒烟 20年的技术积累只为一刻的冲天 三个月之后 比亚迪精心打造的旗舰产品汉横空出世 是首个搭载了刀片电池的量产车型 上市四个月销量就实现了过万 此时国产新能源汽车市场 仍处在被Model 3吊打的阴影中 可以说汉的成功给中国车企竖起了一面进攻的大旗 次年比亚迪又掏出了DMA超级混动 将燃油车和电动车的长处合为一体 让客户既能享受近似于纯电的体验 又不用担心续航问题 而价格成本又可以低于有商 可以说它跟日系车相比的话 已经不是能不能正面刚的问题 而是全方面碾压了 凭借着过硬的技术和产品 2021年比亚迪乘用车的终端销量达到了72万辆 新能源销量高达53万辆 等了20年的比亚迪终于扬眉吐气 2022年一季度比亚迪的新能源车的销售 占到了全系的95% 此时天时地利人和皆备 亦非冲天指日可待 2022年4月3日 比亚迪在全球车企当中率先宣布 今后将彻底停止生产燃油车 自此 比亚迪正式起兵 向全球的传统燃油车厂商发起了冲锋 就在当月 比亚迪销量同比暴增300% 有6款车销量过万 其中秦 汉 海豚三款车杀入市场销量的前十 注意这不是新能源汽车的排名 而是包括燃油车在内的整个汽车市场 比亚迪一连创造了三项历史记录 力压一汽大众和广汽丰田首次登顶中国市场月销量的榜首 这也是新能源车企首次超过了燃油车品牌 拿下了销量第一 同时也是中国引入合资汽车38年以来 国产汽车自主品牌首次超越合资汽车 拿下了月销量冠军 这年比亚迪最终以186万辆的销量反超特斯拉 中国车企首次站上了全球新能源汽车之巅 比亚迪紧接着趁热打铁 2023年1月 推出了百万级的豪车仰望U8和超跑U9 进军百万级豪车市场 而此刻的国人却并不惊讶 以前从未奢望过中国车可以达到百万级的全体国民 在此刻似乎感觉一切是那么的理所应当 至此比亚迪旗下品牌目前已经实现了 10到100万区间的车型全覆盖 实现了从入门到豪华全部局品牌矩阵 这是国内唯一一家能覆盖全部细分市场的新能源车企 2023年8月9日 比亚迪第500万辆新能源汽车正式下线 成为了全球首家达成这一里程碑的车企 王传福在这场交付会上多次累撒现场 这一刻他等了整整20年 2023年 比亚迪全年总销量更是达到了恐怖的302.44万辆 成为全球第九大车企 稳坐新能源汽车第一的宝座 这是属于比亚迪的高光时刻 更是属于中国品牌的高光时刻 爱吹牛不算本事 王传福将吹出去的牛逐个实现了才是真的牛 而当年嘲笑比亚迪的马斯克被网友拿着之前的视频再次询问时 马斯克尴尬地回应 那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 现在的比亚迪是个十分强劲的竞争对手 这是比亚迪造车的故事 更是中国汽车的缩影 中国汽车一路走来承载了太多嘲笑和质疑 中国人对中国汽车注入了太多的情感和期待 14亿中国人希望中国有世界级的中国汽车品牌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已有创造世界品牌的基础和实力 打破传统汽车格局势在必行 属于中国品牌的时代必将到来 中国汽车有朝一日必将闪耀世界 对抗补质打破传统汽车 Asa